幽黑的灵力自牧尘掌中涌出来,然后把那白龙灵珠团团包裹。 而就在牧尘的灵力接触到那白龙灵珠的时候,那灵珠顿时爆发出耀眼的光芒,然后把它笼罩而尽。 在白茫笼罩的时候,牧尘眼前一花再接着,他就发现眼前的模样已经变了。 重重山峰消失了,出现在牧尘面前的是一片白茫茫的世界,就犹如一片白色的海洋看不见尽头,雾气涌动间携带着磅礴浩瀚的灵力。 这是,牧尘望着这白茫茫的世界若有所思,这应该就是白龙灵珠之内的世界了。 以往在封印未曾破解的时候,他尝试过,但一直被抗拒着,而如今随着封印被破解,他终于能够进来了。 他举目四望,微微地犹豫,然后就对着这茫茫无际的白雾世界的深处走去。 随着他的脚步走过,那些白雾也是纷纷散去。 而牧尘的脚步刚动,周遭景象,顿时再度变化,白雾飞快地退去,一些山川河流开始出现。 那似乎是一片巨大无比的世界。 牧尘站在天际,俯视着陌生的世界。 而在他微微茫然的时候,那世界的尽头突然有着血红涌现,紧急着,血红潮流携带着无尽的阴冷滚滚而来。 那些血红潮流过畜,无数生灵被吞噬,甚至连天地间的各种能量都被那些荡漾的血红之色湮灭了。 在那血红潮流的前方,像是有着无数道人影腾空而起,他们拼尽力量想要阻拦,但他们的力量对于那种血红潮流却是太渺小,无数绝望的惨叫声响彻起来,整个世界都是陷入了恐怖的末日当中。 那是一种灭顶之灾,那种血红蔓延了整个陌生的世界,其中所有的生灵都被吞噬殆尽,不仅仅是生灵,就连天地间的能量都被污染。 一个原本充满生灵的世界在此时被毁灭。 牧尘浑身冒着冷汗,望着这一幕,心中涌起浓浓的惊骇,那些弥漫了这个世界的红色潮流究竟是什么呢? 怎么如此可怕呢? 牧尘盯着那些血红潮流,那里血光凝聚,像是有一道通体布满着血红鳞片的虚幻影子走出来。 他就犹如一尊魔神,那对犹如世间最邪恶的心红瞳孔,猛地看向牧尘所在的方向。 那目光看来,牧尘顿时心头一骇,眼前画面就开始变换起来。 那似乎是这个即将被灭绝的世界的某处,在那里晴天般的巨山之顶,有着树道身影撕裂空间裂缝。 然后,那些血红潮流淹没这个世界之前,从空间裂缝当中逃了出去。 牧尘看着那些人影,其中有一道似乎是一头白发似乎在哪里见过。 那是白龙至尊。 牧尘心头猛的一阵骇然失声,眼前的世界开始淡化,岁月仿佛从身边穿梭而过。 等牧尘再回过神来的时候,周围的景象已经恢复了白茫茫的世界。 他满头冷汗,心中还有着惊骇残存着。 先前那一幕给予了他极大的冲击,那些诡异的血红生物究竟是什么东西呢? 那些从那个灭绝世界当中逃出的几人,其中那道身影,莫非就是白龙至尊? 没错,我就是从那里逃离出来的。 突然,有淡淡的声音响彻起来,牧尘已经急忙抬头,就见那前方白茫茫的世界当中,白雾开始凝聚,低沉的龙吟声响彻起来。 白雾凝聚间,化为了一头庞大的白龙腾飞天际。 白龙盘旋,然后在牧尘前方盘踞下来,而在那白龙头颅的位置,光芒闪烁间竟然有着一道人影盘坐。 那道人影一头如雪般的白发,但那皮肤却犹如少年,一对白色的瞳孔显得分外的奇。 他盘坐着白龙,那对白铜停留在牧尘的身上。 看来,本坐留在白龙灵珠内的封印,已经被你破解了。 那白铜人影像是淡淡的笑了笑,温和的声音在这白茫茫的空间之内响彻起来。 白龙至尊! 牧尘见到这白铜人影,心头也是一阵。 在那灵藏空间中,他就见到过这道身影,只不过那个时候颇为模糊而眼下。 这人影却是极为的清晰。 而正因为如此清晰,牧尘才能够隐隐地感觉到那种可怕的至尊威压,即便后者已经陨落,但是那种至尊威压依旧是存在的。 晚辈牧尘,侥幸获得白龙灵珠,莽撞破解封印,惊扰之处,还望前辈见谅。 牧尘抱拳,谨慎而小心地说着。 虽说这白龙至尊已经陨落,但是那种存在即便是随便地留下一手,恐怕都能对现在的牧尘造成巨大的危险,所以还是要放低一点姿态。 白龙至尊那白色的瞳孔盯着牧尘,他像笑了笑,摆了摆手。 你能获得本座所留的白龙灵珠,你我之间呢,也算是有些缘分。 牧尘点点头,犹豫了一下。 先前我看见的,究竟是什么呢? 那些东西,看得牧尘有些毛骨悚然,一个世界亿万生灵被灭绝,那真是太恐怖了。 一些我所经历的画面而已。 这大前世界,浩瀚无尽,更是无数未面交汇之地,其中的凶残杀戮,根本就不是你所能够知晓的。 牧尘默然,虽然他的确没有经历过那种恐怖的事情,但是也能够感觉到其中的可怕。 那些血巢究竟是什么呢? 牧尘问着,那种生物让他感到恐惧。 那些啊,是狱外邪族的一支,我们将其称为血邪族。 你所看见的那个被他们所灭绝的世界,便是我的家乡。 我是从夏威面,套来大前世界的。 白龙至尊笑了笑,笑声当中有着一种麻木般的击凉。 狱外邪族,这又是什么呢? 我对他们的知晓啊,也并不是特别多的。 你出生在大前世界,而且算是大前世界内部。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,也许一辈子都无法知晓,接触到这些东西。 不过呢,对于一些夏威面来说,他们却是极为恐怖的东西。 一旦被他们发现可侵蚀的夏威面,那结果啊,便将会使一个世界的生灵被灭绝。 就犹如你先前所见的。 这种事情,你听起来,觉得不可思议,但是却是真实存在的。 听说过吴祖吗? 吴祖临栋? 吴祖啊,也是来自夏威面的,而且他所在的威面,也曾经遭遇了狱外邪族的进攻。 不过,吴祖毕竟非我等可比,他不仅把他们驱逐,甚至连那一只邪族的黄都被他所斩杀了。 虽说那只是狱外邪族中的一道分支,但他们所拥有的力量,很难会是夏威面能够抵挡的。 吴祖能够以夏威面的出身做到这一步,真是让人佩服啊,他比我们强大了太多太多呀。 吴祖,大千世界比起那些夏威面,总归有着很多的优势。 这里的强者等级远比夏威面强悍。 而那位吴祖,能够在当年凭着夏威面的资源条件做到这种程度,的确是不简单的。 真不愧能在大千世界开辟武境的超级存在。 哈哈,好多年没曾说过话了,这一时间呢,哎呀,倒是话多了一些啊。 白龙至尊一笑,逐渐的恢复过来。 他毕竟只是一道残存的意识。 他挥了挥手,看向暮尘。 想见便是一丸哪,你既然得到了本座所留的白龙灵珠,又将其封印破解。 那么,本座也就助你一臂之力吧。 话音一落,他袖袍一挥,就见这片白茫茫的世界当中,突然有着无尽的白雾涌来。 那白雾当中充斥着精纯无比的磅礴灵力。 白龙至尊,微微一笑,他手指凌空点出,只见这世界就掀起滔天骇浪,风卷残云间,铺天盖地的精纯灵力,在此时犹如潮水一般,对着牧尘贯注而去。 本座所留的力量,你能接收几分,就全看你自己造化还有能力了。 庞博如大海般的灵力,突然在此时,从白龙灵珠内涌出,源源不断对着牧尘体内贯注。 那种充沛之感,瞬间让牧尘就感觉到了一种发胀的感觉。 这白龙灵珠内的灵力太庞博了。 完全吸收不过来啊。 牧尘心头暗感震动,然后他身形急忙略出,落到最近的一座引雷台上,迅速催动引雷台,然后天际上便有雷云凝聚。 不过,这次的雷云比起之前显然是温柔多了。 当然,这种温柔也只是相对的。 这雷云第七层的雷霆之力,极端的雄厚,就算是化天境初期实力的人,都无法承受。 若非牧尘也是有着一些手段,他根本就是没有资格进到这里。 漆黑如墨一般的雷云,在牧尘的上空凝聚着,然后那雷云就降落下来,扑打在牧尘的身体上,带来一道道红色的印子。 同时,雷云之力也顺着牧尘周身的毛孔,源源不断地涌进他的体内。 而在这些雷云之力涌进牧尘体内的时候,顿时与那些来自白龙灵珠的磅礴灵力相撞在一起,这强强对碰,顿时就爆发出惊人的反应。 这雷云的雷云之力,本就拥有着退炼灵力之功效。 因此,当那些来自白龙灵珠的庞泊灵力与之相碰的时候,一道道灵力,顿时就开始缓慢地缩水。 而随着那些灵力的缩水,它们的颜色则是愈发的深邃和凝联,就犹如实质一般。 而有了雷亭之力的淬炼相助,牧尘也是缓了一口气,然后急忙运转大浮屠绝把那一道道凝联以后的灵力不断地炼化,然后灌注进入气海,被盘坐在其中的小小神魄,一口吸入。 这种修炼比起平日的正常修炼,不知道快结上多少倍,而且最关键的是那来自白龙灵珠内的灵力,精纯而无意识,毫不抵御牧尘的炼化。 这更是让这种修炼犹犹如水到渠成一般的顺利。 气海之中,小小神魄的周身荡漾着光滑,源源不断地灵力涌入气海,被它尽数地吞纳。 而随着它这样疯狂地吞纳,它的体型也是在以一种缓慢的速度缓缓地增大着,从它体内散发出的灵力波动也是越来越强横。 白龙灵珠散发出的光芒越来越强,最后几乎要把牧尘的身体笼罩进去,而在牧尘头顶上凑,黑色雷云也是不断地蠕动,温润的雷雨铺天盖地地降落下来,那些雷霆之力也源源不断对着牧尘体内灌注而尽,淬炼着那些来自白龙灵珠的灵力。 牧尘紧闭双目,神色宁定,他仅仅只是催动着大浮屠诀不断炼化,然后就再没有采取其他的措施。 现在的他只需要尽可能地接受着那来自白龙灵珠之内的力量就可以。 不过呢,他同样留了一些谨慎,这种实力的提升虽然迅猛, 但应该有一个度,如果一下子蹦得太快,导致灵力虚浮,甚至将会导致根基失衡,那样的话,对于日后也不是好事情。 不过现在呢,这一切都还在牧尘的掌控之中,这种修炼已经是进入了正轨,而时间就是在这种安静的修炼下一天天的流逝。 转眼间,五天的时间过去了,这雷域第七层空间相当的辽阔,地广人稀。 毕竟能够进入这一层的人还是少数的,再加上牧尘选择的这个地方非常的偏僻, 因此这五天以来倒没有任何人来干扰他的修炼。 而在这五天当中,那自牧尘体内散发出的灵力波动,也是达到一种相当强悍的程度。 雷雨铺天盖地的落下来,在那下方一座光秃秃的山巅上,一道销瘦的身影正盘坐在引雷台中,任由那夹杂着雷霆之力的雷雨铺打在他的身体上头。 他的衣衫已经在这五日之内被雷雨轰成了粉末,皮肤上头呈现淡淡的银芒,那是因为雷霆之力不断淬炼的缘故。 在他双掌间,白龙灵珠缓慢地旋转着,一波波精纯无比的灵力,源源不断地涌入他的身体,仿佛永无止境。 不过,牧尘却并没有接受这种仿佛无止境一般的灌输,他的双眼在此时突然缓缓地睁开,而随着他的双眼睁开,在他黑色的眼睛里头顿时有着雷光涌现,那雷光又如形成了雷霆,从他眼睛当中爆射而出。 感谢观看